那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一件事情 如何突破生命 大家说如何突破生命 如何突破 那我们修理一些的治福 平安、喜乐、健康、经济的突破 然后生命突破 这样的关系的改变 都是从生命而开始的 生命坏 活字就坏 生命好 活字就好 这是肯定的 OK 我来看一段经文 诗篇92篇第十二章 诗篇92篇第十二章到十五章 上诗的92章12章15 诗篇92篇第十二章到十五章 圣经这里记载说 一人要发光如棕树 生长如一般任的香果树 他们在一晚定中 发光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 仍要结果子 要满了志将而长发青 好显明 严和华是正直的 它是我们的磐石 在它毫无不义 第一个祷告 好 感谢上面 今天早上求祝福灵的领域 让我们当中感动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明白一个旨意 过一个异议的人生 荣耀我们的生命 一个蒙福的生活 谢谢祝祝祷告 祝耶稣求得胜利求 阿们 在圣经里面 圣经这位诗人 将人的生命比喻成一棵树 他们讲了我们的生命 发光的时候 处于棕树和黎巴嫩的香果树 这里就强调义人 什么是义人呢 义人不是做好事的人 做好事的人都不一定是义人 各位想想看 如果拿这家族要一百万的 拍一张照片 那一百万是从 nightclub来的 然后欧园来的 那个毒品来的 那个吃软饭来的 这个一百万是池上的 还是毒品 还是毒药 我告诉你不一定 做好事的不一定是义人 什么是义人 我告诉你义人是信耶稣的人 大家说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的人 我一讲这句话 有人到心里面就骂我了 信耶稣的人 难道你不信耶稣 没有这义人吗 我不是讲这样子 为什么我告诉你 信耶稣的人是义人呢 因为 各位各位 我们生命里面都是一个罪人 我们是罪人 很肯定 你和我都是罪人 但是呢 无论你做多少善事的话 都不能医治你的故意 无论你多少善事的话 都不能补过你的借 你是要一个人来救你 我问你 一个将要受死刑的犯罪的人 他需要的是做好事 还是需要的是王帝的赦免 王帝的赦免 王帝的赦免 王帝的赦免当天他就成为义人了 当天他一赦免 今天他就不用免去死罪了 所以我们需要的什么 我们需要的就是神的赦免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放的罪 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 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一个义人 当神有什么赦免 这么容易吗 没有那么容易 耶稣基督 他就是知道 他要赦免你 而且你欠的罪的债 你的生命所有的罪的问题 他必须用一个方法 帮你还清解决 就是他替你死 你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就是替你死在十字架上 他当了你的罪 他爱你 你需要补的念 你需要做的一切 善事 你需要承受的众主和审判 他帮你承受了 他帮你做了 所以当他帮你受完一切 他告诉你一切 Karen Ju 你得赦免了 因此Karen Ju 成为义人 我 李维明成为一个义人 不是因为我多厉害 做了什么善事 因为耶稣基督 他替我黄金罪的债 而赦免我 所以我变成一个义人 那各位姐妹 这里圣经就说 一个义人 发汪上宗述 他在耶和华的殿中 发汪 以他我们的神的愿意 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跟我们怎么样 跟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 他以一棵树的情况 你栽种必须有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他怎么样在我们生命里面动过 这样子的人 圣经在说 他年老仍要结果子 兄姐妹 这句话你要吸收得到 一个信主的人 他的蒙福是一生人 那麽各位叫什么 他叫一生人 一生人 耶稣的祝福不是老战 耶稣的祝福跟市场 跟所有的环境没有关系 他的祝福在你生命当中 是一生人 到你年老还要结果子 还要蓬佛 对不对 你看到这样子的时候 对不对 上帝要怎样改变我们生命 使我们生命突破 第一 他就说 看《严米书》第一章九十诫 《严米书》 《严米书》 这里是你说 一世一世一世 他伸手按着我的口 对我说 我已将当初的话 传给你 他把我今日立门 作列邦变国之上 为了 事情什么 拔住 大家说拔住 拔住 拆尾 毁坏 经负 又要建立再一次 对不对 耶稣怎样改变我们生命 他要破释我们 他们也跟第一天 把人家绕着你需要破释 你需要破释 你需要破释 对不对 你看个重点 你重点 他要翻种的时候 要把新的种子放下去的时候 是否一割了 稻田过后 就把种子丢进去 不会 肯定不会生长 而且肯定生长出来也会坏 他要做什么 他要那边 往常过这几大洲的稻田 他们烧掉那个 那个田地 然后 再用那个翻土机 翻来 除掉一些的 杂子安 这样的东西 然后把泥土弄好了以后 再把那个稻种放出去 这个情况 上帝告诉我们说 他就是这样子来改造我们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他要祝福你之前 他必须破碎 破碎什么 大家说根 根 你有很多烂的根 你有很多破败的根 那个根 你怎么样去做都得到你福了 而且就算你得到了一点点 到最后也是一样 弟兄姐妹 他要医治你的根 我问你如果你要建屋子的话 这建屋子只有可以起一层楼 你要起更多层楼的话 你是否应该买更壮的砖 叠上去把它起这个十层楼 不能了 对不对 你必须把这个一层楼的地基 怎么样 挖掉 打过新的地基 再起十层楼的地基 这个地基比一切都重要 没有这个地基根本起不了十层楼 所以你的生命就这么渺小 就是这么黑暗 如果没有改造的话 没有破碎的话 没有重整的话 我告诉你 耶稣不能在上面叠起来的 不能让你升高起来的 你的生命不能增长的 你的一切不能活过来的 所以耶稣要医治你的根 祂要先过水 举个例子给你听 一个人如果是一个赌徒 我面对赌徒 一个人 一个赌博 他跟他的太太关系 闹得很僵 然后一个赌博 他的钱挖光 一个赌博的家庭破裂 我问你 如果你是一个指导员 你要教他 你要教他 借赌呢 或者你要教他买多一点花 送一点 然后太太啊 学多讲几句好话啊 少一点想骂啊 或者是赚多一点 做多份工作啊 来照顾你的家庭啊 你应该会要他做什么 我相信你应该叫他借赌 因为这是他的根源 他的问题的根源 一个夫妻常常吵架 你是教他不要吵架 还是你要叫他去控制他的个性 因为这个暴力暴畅的个性啊 就是他的根源 今天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他的生命是贫穷的 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是破碎的 他的生命是黑暗的 他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你要找的什么 其实你要找的是他的根 但是你和我都不知道根在哪里呢 自从你信耶稣以后 耶稣在你的生命开始动了 他先要破碎的就是你的 所以信主过后 跟各位姐妹 你要注意 耶稣会来第一次破碎 改变和调整你的生命 所以你会面对一些考验 这些考验 都是要看你尊不遵行上帝的话语 比如说在话语的 在讲道的时候 分享上帝的道理 听到饶恕 圣灵感动你的心里面 就是看到你 让你看到你跟你的妈妈关系 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 也跟你老女的关系 这个时候看你要不要 让他破碎了你的根 其实你以为单单是饶恕 但是我告诉你 这却是那个蒙福的开始 原因你跟不出 那个黑暗在你里面 众主在你里面 红绑在里面 你做什么东西都有一些的阻碍 你做什么东西都有一些的阻碍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家不合万事都不幸 你家合万事都不幸 所以对不起妹 当你在这个感动的时候呢 上帝要感动你的时候 那你要有好的见证 什么是使你不好的见证 可能是酒啊 可能是香烟啊 可能是难以关系啊 可能是做生意的手法啊 讲话的态度啊 这一些呢 就要看不看 看你要不要去改变 如果你愿意改变的话 那对不起妹 这个改变在你的生命动功的时候 上帝更加调整你 跟上一层的我 我最记得 最记得 我告诉你 我在回来耶稣那边的时候 我是一个讲出话的人 没有听话讲出话 我从小讲出话 我爸爸妈妈每一天都讲出话 相骂越出越好 对不对 最出的那个就是赢了 那我到我长大的时候 我在那边做工 从小就示威长讲出话 我常说这个见证 我如果跟你讲话的话 我的词句里面必须每一个词句 每一句话的开始呢 都会问候你爸爸妈妈 OK 然后接下来每一个文法里面呢 必须加一些那些身体的器官下去 然后我跟你讲话 如果笔手画巧 通常是国籍手势的 这是我们的 来到教会以后 开始进入教会 没来到我前面都没有讲出话 我讲了 不然接东西跌倒 我等下闯到门 什么话 喇叭了 屁喇叭 才知道我自己讲出话 但是一段日子 我开始爱圣经 读圣经的时候 有一句话 突然在圣经跟我说话 他说 无谓远以一句都不可处 凡事说造出人的好不好 那有些圣经打动了心 我说主啊 不对了 对不起啊 主啊 胜免我的罪 我一生了 我的腹胃 我的嘴真的很肮脏 我去改变了 我就开始祷告 祷告以后 我开始学习几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 每一个开始 本来书会问后 人家爸爸妈妈的 我就开始感谢主 你到底是听话是吧 听我讲话 第一句的时候 感谢主了 我一感谢主 我的爸爸妈妈就没有出来了 我改变了 改变了 真的改变了 所以我开始这样子 学习我的生命的时候 我开始改变 开始改变 然后接着来 我的所有的引号 这些都改变 原因在哪里 就是我愿意 让主来破碎我的生命 当主破碎我的生命的时候 就带来祝福 今天才能够 站在脚台里面 跟你讲道 如果没有当时的破碎 我今天的口牌是爸爸妈妈气官 怎么讲道 你想想看 我正在讲台 讲医疗技术 出一个 你的气官就来 怎么办 上面到底允许我在讲台讲道 他必须改变破碎才有今天的生命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呢 上帝要破碎 如果跟你老公的关系 如果不好的话 常常吵架 问题在哪里 上帝要问问 在哪 在你还是他 可能为什么上帝一直 让你讨悔 为什么又在吵 为什么又在吵 其实上帝没有跟你老公 讲话之前 就跟你讲话 上帝其实在问你 为什么你还在吵 这位姐妹 上帝要破碎 我们上面 他先要拔出 把那根拔出来 裁毁 毁坏那个罪恶的 邪恶的 轻负 翻堵的 让他重新可以栽种 我看过一个树 那个树我就在刚听 那个树里面 差不多几十年的树了 几大支的一项 他们说是哪个公羞 哪个公羞 哪个公羞 突然有一天的时候 晚上晚上 啪 很大声 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整个倒下来 他就哪个公羞 倒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倒下来 你知道 哪个公多 哪里都有 哈哈哈哈 倒下来 倒下来 哎呀 大家出来看的时候 那枕很大 你知道吗 他的根啊 全部都是白椅啊 整个那个 那个树桶 树桶里面 空心了 经过风一吹 所以一打久了以后 那个树要倒下来 为什么外面倒 因为里面有白椅 外面看不出来 外面真的很漂亮 而且还有栗椅在那边 但是倒 我告诉你 这个情况最好是 我们现在的人的情况 你看很好啊 哇 有谁啊 不过里面都是白椅 有一天你看到 他的家里出问题 有些你看到 耳里出问题了 突然间他说疑问了 突然间外面有人了 突然间他身也倒了 站不起来 曾经被玩过 为什么呢 根不好 叫做根不好 根不好 果就不好 果就不好 再来 根不好 根不好 果就不好 果就不好 各位姐妹 上帝要你好 而且是一生好 阿们 他告诉你说 你要在年老的日子 也要结果 要你一生好 所以你一成为他的儿女 第一件事情他做的 就是要破碎 医好你的梗 让你以后 不再有众主发生在你身里面 阿们 各位姐妹 他睡的时候痛了 难了 叫你开口讲sorry 容易吗 我告诉你 我比较容易 跟上帝讲sorry 容易过跟我的老婆讲sorry 因为我跟上帝讲sorry 没有人听到 跟老婆讲sorry的话 他变子问题 对 对 对 不容易 很多东西你 上帝感动你的 上帝在你生命动工的 有一些枕动的事情 在你的日子里面 放心 让他做 因为这是什么 拔除 拆尾 毁坏 清负 然后才能够建立 才语持 阿们 来看第二 打开圣经第四章 叶辉第四章 一十节到十一节 和三节到十四节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 给我水和水你就必找求他 他也必找给你活水 不然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生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耶稣回答说 凡喝着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吃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吃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 自有道有生 大家跪着你 各地的人说 你需要我水 你需要我水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问题 我们需要的就是改变 是吗 我们没有钱做多一份工作 是吗 我们如果我们的经济有问题 我们就找其他的生意咯 或者我们老婆不好 不是问老婆 老公不好 我们老公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做的 其实我告诉你 只要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开始有活水 一切都改变 一切都改变 活水是什么意思 耶稣说他就是活水 活水就是当你翻中了过后 他给你长期性的滋味 长期性的来到使你的植物活起来 让你的生命活起来 改变了 给你资助了 医治你了 然后来使你的生命 第五个场 饱足的 开始改变 产生赐福场 耶稣说他就是那罗水 那弟兄姐妹 那时候我们以为啊 我们以为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 用其他途径 从来不想要找耶稣 我告诉你 耶稣要改变你的生命的时候 祂一直要祝福你的时候 你需要听他的话 你需要来到面前寻求他 弟兄姐妹 如果你肯来到主的面前 常常以祂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 以祂为生命中的宝福场 祷告读圣经 聆听祂的话语 亲近祂 寻求祂 侍奉祂 你的生命就如 这一个香薄树 那样子 不断的渐渐的增长 就好像诗篇医院所说的 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汽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常得饱足风阵 听起来 听起来 活水 要在你的生命滋润的行 当你得到爱的滋润 甘甜的滋润 当你生命丰盛起来 很多事情都开始改变 你的生命保足 你很多事情 不应该发生的 就不会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那教会来 来我的教会 那之前呢 那来了 之前很糟糕的 我认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 从一开始 中学的学生呢 都在找男朋友 他其实是 要找一个真正爱他的男人 但是的问题是 他每一次都被他人骗 他很简单 他只要找到一个 爱他的男人 我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的骗他 众姐妹 到处要整理身份上 我一会来到主的面前 认识耶稣 他生命改变 他不再求男人 他失望主 失望主 上帝为他一对一对男人 这男人看起来 不怎么特别 但是 他今天过着一个 幸福的日子 有了孩子 生儿养女 生命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找到耶稣 生命得到丰盛的时候 他开始明白 上帝的旨意 上帝 开始在他的生命栽种 给他真爱 他懂得真爱 也找到另外一个真爱的时候 他生命开始丰盛起来 现在过着幸福 给他的生活 众姐妹 你呢 你今天以什么 来成为你的满足 你在寻找吗 你在寻找一个满足吗 我告诉你找不到 好久好久以前 有一首歌 是这样子唱的 圣经文化 人肝咳 不是因为没有水 因为不听不听不听 不听神的话 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 人饥饿 不是因为没有病 人肝咳 不是因为没有水 你的肝咳 你的饥饿 不是没有饼和水 因为你没有 得到我水之情 上帝的话 第三个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按一下 快点 行 我们来看 谢谢 耶稣福音第八章第八节 八章第十二节 这里说 耶稣就对众人说 我是赏光 跟着我的男君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他把你跟着肩膀 你才告诉他 你需要生光 因为圣经耶稣告诉他们说 他就是世界的光 跟着他的人 就会在黑暗里走 你的一生的生命 如果在黑暗里走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指引 他叫什么 指引 指引 这个指引就是光 因为有了光就不在有黑暗 有了光你就会碰灵子 有了光你就会碰墙壁 因为你看不到 什么是对错 什么是应该做 什么是不应该做 当有光照着你生命的时候 你就能够生是非黑白 你有了光的时候 你就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对 不浪费时间 而且你有了光的时候 黑暗就离开了 就觉得你需要耶稣的光 你需要指引 什么是你的指引 其实所有的指引都在这里 很少的透明子就是 不要跟随主的话 圣经里面说 当你听到不行到 就好像一个人面对了镜子 脸部肮脏 就走回去 没有擦干 没有擦干净的脸部这样子 还是一样 圣经里面 上帝才可以宰众 今天早上了 一个婆婆 很好的婆婆 她说牧师 她其实读英文圣经 但是她也不是大学生 是婆 她就曾经受过英文教 读英文圣经 她说牧师啊 我很爱读圣经 她从来读了一句话 神明感动我 我原谅我 我的媳妇 她的媳妇 长期欺负她 赶她走 不要给她看孙儿 她很心痛 但是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 要饶恕你的敌人 要爱她 今天信念她拿红包给她的 她的媳妇 去看她的家里 开口 一个老人家 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她开口跟她的这个媳妇讲话 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 就是因为她爱主的话 她说那一天我得到释放 我的媳妇跟她讲话 我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四年 阿们 她即刻改变 为什么呢 她愿意跟从这瓜子 兄姐妹 回起祝你的圣经 寻求主的面 常常抱着圣经睡觉 将主的话语吃进去你的生命里面 让主的光活过来 你的生命会每一天改变 你每遵循一件事情 你的生命就突破 你每遵循一件事情 你的生命就再一次突破 生命一突破 黑暗就离开 赐福就赢到 阿们 阿们 谁说姐妹 你生命要改变怎么改变 这样 你生命要怎么改变 耶稣要这样子改变 你需要活水 大家说需要活水 需要活水 需要活水 需要增广 需要增广 耶稣就是你的活水 就是你的增广 就是你的农夫来拆救你上面 让他自由在你生命的动工 你要做的就是顺服他的旨意 大家跟着我说 更坏 更坏 活子就坏 活子就坏 更好 活子就好 活子就好 拍拍 各位姐妹们在高山 有一天我要接马 活子 也会这样子 接马 谢谢 我来的